一张商大乐透不停从机台印出 彩绝行一大早就出现人潮 因为今年春节加码总奖金9.7亿元 创下七年来新高 看数字 数字好的话就有机会 1号跟100号不要去选 因为会变榜额不好中 大乐透从6号开始连续开奖19天 相较2002年的15天 和2023年的17天 也创下史上最长连续开奖天数 同时加开360组春节大红包 对中6个号码就能把100万奖金抱回家 没有特别 就是他喜欢后面几个数这样就 你看就是1到9 就随便哪一个就没有特定 就是随性有中就好 威力彩头奖上看2.8亿 大乐透再加码2亿元 加上冰沟冰沟 春节总奖金高达9.7亿元 而民众最喜欢的刮刮乐 今年奖金最高2000万 5号晚间在彰化 有一位属龙的富人刮出首张投奖 台北则有一位新住民刮出500万奖金 从今天开始买 买到24号的话 一组是950 所以这个中奖率非常高 因为你买一张可以兑两种 一种是百万 一种是亿元 彩券行预估春节期间 业绩至少成长三倍 今年台彩大手笔 让财迷们过年释手气 重大重小是其次 最重要的还是体验过年气氛 为龙年讨个好彩头 在新闻去找王沛花